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关注 除了U型渠要注水之外 不少人都开始留意洗手间的卫生清洁 例如盖上厕所板冲刺 或者用抽气线的问题 城市大学统墓工程学系的教授团队 做了一个模拟助次 就着三种不同的病菌 看看冲刺时病菌浸出的情况 一起听研究的发现和预防病菌散布的方法 所以有意义的说原来越大粒 刚才在第一月说过 越大粒真的会出来越少 这个是实现不到的 冲水制的需要的压力比较大 但冲水箱其实压力不需要大 因为根据水泊条例 冲水箱只要两分钟内侵满 就已经满足了很多 冲水箱其实你刚才看到 我们实现比较高水箱和低水箱 高水箱其实大家都很少见 以前会比较多 包括例如某次 或者有地方他不想见到水箱 就将水箱吊在上面 你看到高水箱和低水箱分别不大 因为刺盘的设计 我们如果要高水箱一定要配合用高水箱的支盘 如果不是用普通的支盘可能水砸出来 同样地如果低水箱就配高水箱的支盘 可能这东西充不开 所以因为我们一套买回来 就用水箱和支盘一起 所以在生产商已经证明了 它的冲水效果达到一个合理设法 所以你看到在高水箱和低水箱的分别比较少 也可补充一点 因为为何会产生水株呢 因为水和水之间作用激有很重要 一般大流量大水压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大家不知有没有留意 例如我们家座椅的顶有两个制 一个是全冲水,一个是半冲水 如果我个人建议最好 如果可以的话就半冲水 当然情况是不行的 如果可以的就半冲水 因为半冲水当然冲水量会减少 冲水的时间也会短 如果时间短了 也代表它产生的水珠的数量少 另外这次我们实验的座椅是用一个 刚才教授所说的一个washed down 一个冲水式器 但大家可能去到酒店都会见过船窝式 船窝式那些因为水的状况比较少 所以产生水珠量也比较少 所以这部尺盘是比较慢的 所以这部安装上来 空间是有限的 用1.49的家居撇发水 有可能一些污染物贴在旁边的糖尺 你就用1.49来清洁 记住要拆 如果不拆就这样倒一些撇发水 未必可以完全清洁到的 记住拆个面 才可以让那些微生物脱出来 或者杀死的微生物 所以大家一定不可以偷懒这段时间 厕所的气缓率 建议大家就是8个air change per hour 8个air change per hour 究竟点得到来 可以是自然通风 例如开窗 但有一个不好处就是受天气影响 比如好像今天下大雨 你吊开窗 或者很潮湿 你又不想开窗 也都是不同的建设计 有没有对流窗 这些都影响到 Lateral ventilation 所以就不是很信心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到白 什么时候做不到白 那Infiltration是什么呢 其实跟ventilation有些类似 只不过今次就不是靠窗 而是靠门垃和窗 这些垃也都可以给到ventilation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mechanical 最简单 风扇 厕所用的抽气线 如果一个扁形的厕所 7点多m3 长幅高 你刚才不是说有8个air change 你只要把8成的数据 就是58m3 per hour 这些线 已经是绝对可以做到的了 如果你有窗 有抽气线 又要怎么用呢 第一步骤 建议先关掉窗 接着就开抽气线 接着就去厕所了 去完厕所之后 就记住盖盖 接着就冲刺 接着记住 当然是洗雙手 接着就离开厕所 记住关门 因为气溶胶要飙得比较远 记住 是保持着把线 转弯的 就算没有人 我们在这段时刻 都建议大家先把线 当然你会问一下 开多久啊 就视乎真的 空气线理想要多少 你关门了嘛 那抽什么呢 究竟厕所里抽什么呢 不要忘记了 因为自然有些风 是会扯进去的 所以最好 你开着窗 或者对面小房 大房的窗 希望引到一些对流作用 那个窗的风 扯进来厕所里 带入身 才可以在厕所里 做到一个 调整的效果 记住我们也要做空气溶 如果15分钟 大约可以减少到87%的气溶胶的浓度 如果你等了半个小时的话 可以减少到98% 只剩下2%的值 这就是 你明白 我明白 这就是 你明白 这就是 这就是 因为它使用的 家庭困体 而是 比方的 比方的 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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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高 因为 人们要求 一家 对 一家 之后 所以 这就是很难 控制 但是 我建议 是必須保持不動作為不動作為自己的手 如果您需要觸摸或是可以觸摸 您可以把手洗頭上洗過後 當然,在公司或公司位置 如果它們供給了保護不動作為保護不動作為保護不動作為自己的手 但是您不清楚如何運動作為健康 可能它們用作為健康的手機 我提到,不触碰到其他地方 因為大大大物質或大大物質 可能會附近水管或水管 或水管的水管 如果您減少這件事,它會助於減少水管 避免感受到水管 我認為,在這情況下,如果可以用水管 这部的contaminate